大家好,我是學長 我是Fugo 今天很榮幸再次請到Fugo哥為我們介紹義式咖啡的相關 那如果可能有些人不太認識Fugo哥的話 我們先請Fugo哥告訴大家 他曾經的經歷還有輝煌的戰史 好,很多人認識我的話 可能是從這本書 因為我曾經做過Xperial咖啡聖經 那我在2008年拿過亞洲杯最佳濃縮以及第三名的獎項 以及在2010年拿過世界杯紅汐式咖啡的第二名 那這是我比較拿過國外的獎項 OK,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請Fugo哥為我們大家聊一聊一拜討論 好,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議題呢 我們來講義式咖啡常見的商品 怎麼去認識這些義式咖啡的商品 我們到咖啡館常常看到義式咖啡的Menu 然後非常多 那很多人會分不清楚到底什麼是什麼 那我今天來簡單介紹這幾個品項的比例跟定義 第一個,濃縮咖啡 濃縮咖啡的話 我們在國外會稱之為Espresso 其實在義大利他們直接稱之為咖啡 就是所謂的咖啡 一般來講會用這樣的大約是90ml的杯子來裝 以義式咖啡來講Espresso 它分成三種的濃度 我們常見的是Normo 大概是25末倒菜出貨的量 其實還有兩種版本 分別是濃一點的叫做Listrito 淡一點的叫做Longo 那只要這三個符合它的劑量 我們都還是把它設定為濃縮咖啡 Listrito常見在南義大利 用喇叭機的方式來製作 那Longo 的方式比較少在義大利間 它可能會是在歐洲其他國家 會習慣把Espresso做的比較淡一點 做成Espresso肉 那另外的話就是Cappuccino 根據WC的定義 Cappuccino 它必須在150ml到180ml的杯子裡面 必須含有一份濃縮咖啡 熱牛奶 以及一公分厚的奶泡 那只要照這個比例來製作的話 它就可以被稱之為是Cappuccino 那我們常見的還有所有的拿鐵 那事實上完整來講的話 應該要稱之為是拿鐵咖啡 Caffè Latte 那在義大利文的意思就是說 咖啡與牛奶 它並沒有一定的規範的比例 那簡單的來講 它只要是義式咖啡所製作出來的基底 再加上牛奶 它就可以被稱之為是拿鐵咖啡 那我們會很喜歡奶泡口感 所以我們在製作上面都會把加入好喝的奶泡 甚至於上面製作我們的拉花 它呈現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商品 可能還會聽過像Ole咖啡 就是換個語言來講 法文講咖啡與牛奶的意思 那但是它可能就不需要 義式咖啡來做它咖啡的基底 照我們習慣來講的話 它的牛奶的量會多過於 義式的拿鐵咖啡的量 主要我們在常見的商品的話 會有這幾個比例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美式咖啡 一定會有困擾說 美式咖啡好像是用家裡的機器來煮的 那種美式咖啡 跟義式來煮的美式咖啡有什麼不一樣 那在定義來講的話 它還是必須是用半自動咖啡機 或全自動咖啡機煮出來的義式咖啡 然後再加上水去把它調蛋 那義大利人稱它為阿米卡諾 這種有點氣虐式的稱呼 它是一個只有美國人才喝的蛋咖啡 所以我們在咖啡館 常見的主要的商品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說它有什麼不同了 那以上就是我所解釋的義式咖啡的商品 謝謝 OK好 非常謝謝副狗哥今天為大家聊了一下 義式咖啡的一些品項 那如果各位呢 喝到了 平常常常喝到義式咖啡 跟目前義大利的觀念有點不完全一樣 是 那可能是一些台灣版本的 或者是美國版本的 美國版本的 畢竟每個地方的劑量 還有喜歡的飲料還是不太一樣的 那沒關係 我們可以多了解各國的咖啡 它的定義或者結構 讓大家可以在欣賞咖啡的時候 有更多的方向性 OK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 狗哥為我們來錄製我們的 今天的義賣的視頻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